听有叫做古指碑 它住在南岛 它是否正台湾落荷 黑金 算是落荷的拼金就是 黑金洛神花 它不知道是否向哪位来告买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大家会帮 今晚吼 蛤? 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把你当作是神通广大的 这个东西是 因为台东六号 因为洛神花的开发大概都是在 这个台东中 所以这个品种非常的好 这个金洋 它的颜色 所以 这拿来用这个东西 在 蚂蚊 蚊蚊有这间公司的工厅在江秋 那么他专门去收这种洛神花 他们在台六间玫瑰茄 这种洛神花它收起来要专门去提炼这种天然的这个色素 那么有很多的化妆品 全世界很多的化妆品 这些公司都在买它这种天然色素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你不能看 当然因为你拿来吃什么都很好 但是 它有一些 刺一等的东西 你拿来做这个生加工 当然就是说 可以做加工 做得比较沉稠 这个会比较好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这种叫做黑晶 要把它叫做黑晶 黑豆红的 这真的黑到金的这种感觉 黑豆红 这并像我们 这个颜色比传统的那个生的更加均匀 如果它叩咚了 它会越黑 这种是一个非常天然的花青素 其实这个相当的不错 最重要的 这个花青素以外 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拿来 因为你做保健食品 除非有很独特的这种功效 这种东西都要长期 你有这个少量 持续去累积 这种的这个效果还不错 但是 你像 你如果是做这个化妆品 化妆品就不一样 人家有在公格 人家有穿的漂亮的美妹 小姐姐 在那走来走去去记住 这个你看到的 你会觉得这个不知道要送什么 不然要送一个这种 还是说 女生觉得说 我的皮肤跟它好像也很接近 我摸这色影像不错 所以这个市场就很大 除了在保健食品的这个市场以外 但是就是说这都是一个推断 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到 但是你有去做吗 例如说 这 画面这间公司 保健食材 可能超过 应该是差不多 在2006年 那时候 十几年 他都在做这种东西 十几年 一个博士 十几年都在做这个东西 他都专门在开发这种天然的色素 这种天然色素 他最早是都买得国 这个 就在最主要是德国跟法国 美国比较少 这几个地方 日本 让他们做这个化妆品 做这个食品的这个 这个添加剂 比如说他把这个 洛杉花那个色素 但是他的味道 他是把它分离出来 最主要是那个色素 他的色素没有什么白 他把他泡那个薑 还是说什么东西 去腌制 那生起来就这样黄色黄色 就很漂亮 所以 这个也是好东西 我这个洛杉花 可以做这个洛杉花的一个密件 这个洛杉花的密件 做起来要切 有的人做起来软软 这种就是 像我们 以前叫屏东农专卫 叫屏东科技大学 屏东技术学院 各个科技大学 以前的这些都有做过 这个洛杉花的果价 那洛杉花的果价 最简单的就是 这个洛杉花 洗洗洗去 放下 这个 放下 不要太热 慢慢慢慢 让他溶解 他就变果价 不要全部让他溶解 酸酸甜甜的 既营养又好吃 这个以前 做做的 这个你若是 烘到过头去 但就有的人说 他会这样 烘到过头去 这不要烘到过头去 他就不会烘到过头去 所以这个品种 因为这个洛杉花大概都是在台当这些 这些 这些比較集中 因为 以前的 商品价值没有那么高 所以 但是 它 一系列这些东西都很好 我个人是很爱 我每一年 我女人都会做 正前我都会去做 做一些 做果酱 做这个蜜餐 要脆的 做起来要脆 做不脆就算失败 那么在这种情形 所以在台当 你可以问台东改良场 因为这个好像还没有技术转移 所以你可以找这个台东改良场这家家 那么他们会很愿意 跟你说要去哪里拿到 其实他们中人就有了 所以 最主要还是找台东改良场 电话先含着蜜蜜蜜 嗯